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价格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就一直在犹豫不决 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车是我身后的这台奥迪的S5 这台车的车主他不是纠结这个车衣我要不要贴贵不贵 他纠结的是什么呢 他纠结的是贴了这么多次膜之后到底哪次膜贴得最好 所以这是他这台车贴的第三次车衣了 但是这次他选择的是全车哑光车衣 因为我们当时做那个XP的嘛 然后当时的那个数据啊都没有那种全包边的一个讲法 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专制中央的数据已经很牛逼了 都没有像现在数据做成这个全包边 所以呢因为XP那个膜呢胶比较黏 所以说呢很容易留这个黑边嘛 对吧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台车第一次贴呢不是在我们这边贴的 也是在杭州的外星人啊 当时他们做微顾了我还没做 后来呢我才换过来的啊 然后这个车的车主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呢是为了做磨面的护理啊 因为可能贴了好多个月了啊 白车嘛可能护理做一下会更好看一点 但是跑杭州去做护理们又太远了啊 所以跑到台州来 但我想想它是温州太顺的 跑到台州这边好像也不近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找我们贴车衣的客户呢 一般来说都还算是比较爱惜车子的啊 甚至有些车主呢都有些强迫症啊 我们也遇到了不少 像这个车主呢大家也不难发现 可以看一下它的内饰啊 这边 都可以看一下啊 就非常的干净啊 非常的干净啊 包括这些东西的摆放 对吧 它这个强迫症的等级啊 是有点高的啊 看后面 对吧 就干干净净 什么东西都没有 包括我刚才看它的那个后备箱 给大家看一下啊 后备箱这里看一下 我没有见过这么干净的后备箱 对吧 包括东西都整理的非常的干净 整理 有一次呢它就是因为一个不知道是后视镜还是大灯膜上面有一点点起壳了 它特地从温州的泰顺的开车到我们泰州店来进行处理啊 上一次呢它是在温州当地找门店装贴的可能他觉得当时那个专车专用装贴的可能露黑边啊 各种问题啊可能会有一些啊还有一个原因呢他可能想体验一下这个手工装贴的一个乐趣 对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工装贴它当时连奥迪标全部都抠掉了啊 抠掉了呢 它也就没再贴上去了 它就这样就这样后面一个标都没有 但是怎么口标吧它还是台奥迪 它第一次装贴车衣呢是在杭州贴的啊第二次呢是在温州啊第三次我们要把这个温州装贴的这台手工贴的车衣呢也给它全部撕掉 然后贴哑光的车衣啊中间呢在我们这边好像就是贴了一个大灯啊后视镜啊然后做了一个护理啊 虽然仅仅是贴个大灯啊后视镜但是它对我们还是蛮信任的啊包括中间这个护理的过程 包括中间到我们这边护理的一个体验啊 所以呢像它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任性啊 三次贴膜下来呢总金额都已经六七万了对吧因为它马上要当爸爸啊 以后可能更多的要为家庭啊为小孩去考虑啊呃就让它最后再任性那么一回啊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一台车要贴三次的车衣是不是有点傻啊对吧 但其实话说回来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总干过那么几件 别人看起来觉得很傻很蠢的事情 但是那又怎样呢自己觉得值得自己觉得没有错就行了 我刚刚呢得到消息车主呢当爹了真的替他感到高兴 生了个儿子 这是一个视频啊视频里面声音我听得到就是这种喜悦感啊 然后呢我也我也给他发了他说我也给他发了个红包公使当爹 所以说呢他可能在今天那个一瞬间可能就长大了对吧 好啊 感谢观看